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跟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所看到 男女大腦裡的不同 所帶來行為上的關係 各位看到朱德庸這句話 我想很多人心中有認同 那我給你看一下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各位看到這是男生的腦 這個是女生的腦 男生說話 主要腦前去亮起來 女生說話兩邊 這個功能上的差異 來自於結構上的不同 這個叫貶子體 兩個腦半球中間的這個百萬以上的纖維樹 它是一個橋連接兩個腦半球的 女生厚 男生薄 如果你的橋比較大 那你左到右 右到左 你跑得比較快 我們果然看到 情緒在右邊 語言在左邊 女生比較會把她的情緒 用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 我們看到先生太太吵架 先生講一個字 太太講十個字 那麼在教師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學生寫解釋卡 女生就買空白的卡片 自己動手寫說 老師 我畢業了 現在在哪裡哪裡做事 我的男朋友 不是你上這靠哪一個 那 男生是一二級的老師 可是不會自己動手寫 買個現成的卡片 上面印著思恩難忘 就給你寄來了 那麼這個大腦的差別在這裡 這個V1 V2 V3 這個V是Vision的意思 我們的後腦 它是我們的視覺皮質 然後V4處理顏色 V5處理動作 那麼我們又看到 這個上面這個是頂頁 男生通往頂頁的那個 Where pathway比較大 而女生是通往念頁的這個 What pathway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這個報告以後 你馬上知道 女生問路 問女生才有用了 為什麼呢 女生的V4比男生大 V4處理顏色和地標 所以女生給你指路 你往前走 看到7-11就右轉 看到麥當勞左轉 在你的右手邊 那個白色的教堂 後面那個紅色的房子 就是你要找的 顏色和地標 男生的話呢 他的V5比較大 V5處理距離和方位 所以男生給你指路 中正路走5公里轉東 對不對 很多女生不知道5公里多遠 很多女生東南西北不分 所以這個訊息給了你 不好用 前一陣子我們去花蓮演講 花蓮的教育處長要請我吃飯 我們跟那個老師 就在那條路上這樣走過來走過去 就是找不到那家店 後來沒辦法 停在花蓮的地標 一個大的旅館前面 打電話說處長 就在這條街上了 就停在這個旅館的前面了 現在請你告訴我 你要請我吃飯的店 是我的左邊還是我的右邊 我就這樣子看 就這樣子看就好了對不對 他說在你的北邊 所以女生也會看地圖 但是女生要往北 地圖要朝北 如果女生往北 地圖朝南的時候 頭就歪過來了 是不是 那麼女生開車 如果後面有人安喇叭 馬上檢討 我是不是歪掉了 為什麼讓人家安喇叭了 男生都認為這喇叭是按別人 跟我沒關 所以我們把正常的大學女生 請到實驗室來 叫她躺在核式共振裡面 想個悲哀的事情 哎呀男朋友屁腿跟男朋友吵架 一下她整個腦都亮起來了 各位看到連小腦都亮了 小腦是gesture 我們叫男生躺在核式共振裡面 做同樣的事 只有幾點 所以女生憂鬱症比男生嚴重 所以我們常常說 不關你的事 不要搞到你身上來 對不對 不要替你先生還債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她為什麼會這樣子 各位知道這個seritone 叫做血清素 它是跟我們的情緒 動機睡眠還有記憶 都是直接的關係 那麼抗憂鬱症的藥 叫百憂解 百憂解呢 就是阻擋你大腦裡面 血清髒素的回收 當它比較多的時候 你的心情比較好 我們在實驗上看到 男生製造seritone的速度 比女生快了52% 快這麼多的時候 就難怪 你看到先生太太吵架 太太還氣得半死 先生已經呼呼大睡了 為什麼呢 因為seritone出來了 我的情緒好了 事情過去了 我就去睡了 就看了太太氣不過 我還在生氣 你怎麼就睡著了呢 就把它挖起來再吵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個是有大腦裡的關係 比方說 太太抱怨 先生回到家 就跟木頭人一樣 不講話了 先生說 哎呀真是受不了啊 回到家 太太喋喋不休 耳朵不得清淨 跟各位看大腦裡的關係 男生平均每天講七千個字 女生講兩萬個字 他這個七千個字 在辦公室就把quota給講完了 回家就不要講了 太太在家裡帶小孩 來吃飯飯去睡佼佼 各位知道這個不叫講話 他心裡有兩萬個字的心裡的話 要必須在他先生回來的 三個小時裡面 要全部講出來 對不對 我們說 他如果沒有拼命講 怎麼講得完 是不是 所以你這裡看到 是個大腦裡的關係 我們的胚胎 是一個女性胚胎 我們說prototype 是個female的fetus 那麼如果你是XY基因 在懷孕六到八週的時候 會有男性荷爾蒙 搞固酮出來 把你的大腦 設定成我們剛剛給你看到的區塊性的 叫compartmental 如果沒有擺D4 你是女生 女孩子身上有卵巢 所以她出生了以後 女性荷爾蒙一直分泌到兩歲 男生的話到八個月就停止了 因為女性荷爾蒙的關係 我們看到 女生對於人臉上的表情 對於語言 各方面都比男生快得很多 女生對於臉那個表情的辨識 比男生快千分之二十秒 所以很多人說 女生適合做人事主任 為什麼呢 你一講錯話 她生氣了 你就知道了 不要再講了 她生氣了 這個男生都氣到要拍桌子了 她不知道你幹嘛要生氣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 在幼稚園裡面 女生比男生早熟 幾乎到兩年 一樣是四歲的女孩子 她說老師 剛剛那個男生 怎麼樣怎麼樣 把他做的壞事全部講出來 條條有理 頭頭是道 講得很清楚 老師為了公平起見 就把那個男生找來 說你有沒有這個樣子啊 同樣是四歲 這個男生的話都講不出來 說你你你你你你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在小學六年級前的班長 多半是女生 口齒伶俐 坐視可靠 到了國中以後 會換男生 因為成長的曲線換過來 所以你就曉得說 今天女生 比方說高中生回家了 她說媽媽 今天學校裡 發生了什麼什麼事 誰誰誰講我的壞話 哪個老師冤枉了我 她會把事情跟家裡講 然後女生失戀 打電話給她的同學 我對這個人這麼好 你看她辜負我 她怎麼怎麼樣 把我甩掉了 這樣講講講 那半個小時以後 電話掛下來 馬上再播 另外一個同學的電話 那同樣的話一直講 但是你注意到 講的過程裡面 她修改了言詞 從這個男的 如何對不起她 把她甩掉 到這個男的 一無是錯把她甩了 到這個時候 電話掛下來 她可以去做別的事情了 情緒處理完畢 男生就不一樣了 一樣是高中的兒子回來 媽問說 兒子今天學校裡怎麼樣 她說還好 什麼什麼 她說不知道 兒子跟你講話 不吵口三個字 男生心情不好 門關著生悶氣的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 男女喔 在情緒處理上 是跟很不一樣的 比方說 這個先生看到 太太在忙 她說我能幫你嗎 她說好啊 把那個馬鈴薯 一瓣小鼻 放在鍋子裡煮 等到這個 太太忙完了 把鍋蓋一掀 昏倒了 我們女生是絕對不會 這個樣子煮 對不對 你要不然就全部消 你要不然就不要消 你怎麼會消一半呢 那個消一半的 它裡面的澱粉 都流出來了嘛 但是你不能罵她 你罵她 她馬上跟你講 你自己告訴我 一半小鼻 放在鍋子裡煮 是不是 我就馬上看到 顯著的差別了 那麼另外呢 很多人說 哎呀女生有第六感 好我跟各位講 真的是有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呢 這邊各位先看 男生的話是 前腦到後腦 他的這個聯絡是很密的 神經纖維 女生的話是左到右比較密 那我現在就跟各位講 為什麼第六感女生比較厲害 我們的注意力 投射出去 就好像一個黑暗的舞台 你這個探照燈射出去 如果你探照燈的光圈比較窄 它就比較亮 可是女生的話就比較廣 所以它就比較不亮 進來的訊息比較多 這個進來的訊息呢 不能夠全部進到你的異世界 那些沒有進到異世界的 進入了潛意識 好我們發現 潛意識會影響你的決策 七十年代 我在美國加州大學讀書 我們學校裡 有個年輕的助理教授 去ATM領錢的時候 被人家搶了 搶了兩百塊美金 在那麼早的時候 那是很多的錢 他就非常的懊惱 他就報警 警察說 這人長什麼樣 他說我太緊張了 沒有看到他的面孔 只看到他的槍口 警察說 That's too bad 你只看到槍口 我怎麼替你抓呢 就算了 回來以後 大約一個禮拜 他開始對他的研究生討厭 他就來抱怨說 哎呀這個研究生 吃漢堡加洋蔥 臭得要命 不洗澡 怎麼怎麼樣 那我們就覺得好奇怪喔 美國的研究生不是考進來的 是interview的 這個人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 他是個hippie 胖胖的 頭髮到肩膀上 穿一個overall的農夫的那個 這邊褲子 腳上破一個洞 打個赤腳 他就是這個樣子的啊 而他說 哎呀我要收這個 IQ140以上的 得天下之英才 而教育之 他說依樂也 對不對 你要收的 為什麼現在不要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三個月以後 請他來找他 在學校附近 抓到一個搶錢的人 你報過案對不對 好請你去執任 那時候女生很少 我就陪他去 各位知道 五個人站在那邊 這邊看過來是鏡子 我們這邊看過去是窗戶 對不對 他一走進去 馬上說 左邊第二個 表示他有看到 才會馬上這麼執任 左邊第二個長什麼樣呢 跟他的研究生很像 胖胖的 頭髮到肩膀上 穿個overall 褲子那個破個洞 你就馬上了解 他其實是有看到 但是因為太緊張 這個資訊沒有進入他的大腦 進入了潛意識 所以他的學生來找他談話的時候 他心中覺得不安 一直要把這個學生往外趕 可是你是老師 你怎麼可以把你學生往外趕呢 好我們的左腦前驅 叫做解釋者 是替你的行為找理由的 就馬上說 哎呀吃漢堡加洋蔥很臭 他怎麼怎麼樣 好我們就馬上看到 原來你是有這個 那個我們不知道 我有這個記憶 但是我有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就使你做出了這個決策 因此我們就把大學生找來 請你判斷你喜不想這個中國字 他說Are you kidding 我一個中國字都不認得 我怎麼去判斷呢 我們說沒有關係 你以前來做實驗 我付你兩塊錢對不對 我現在double的pay 付你四塊錢 請你來幫忙 學生是以為他是隨機來按鍵 其實他不是 我們在這個中國字出現之前 先出現一個笑臉 就是兩個眼睛一個笑臉 但是只有三十個毫秒 就是千分之三十秒 他根本沒看到 但是他的選擇 就會從一半一半對不對 yes or no 一半一半 馬上升高到百分之七十八 說yes 我喜歡這個中國字 同樣的 你把另外一組人找來 同樣這個中國字 給他看一個哭臉 他就按no 我不喜歡這個中國字 我們就馬上看到 這個潛意識的資訊 會影響你的決策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小孩子找來 給他看三分鐘的 他們Jerry卡通片 裡面插幾張 有一個人在虐待狗 踢隻狗 電影演完以後 門開了 兩個人進來 一般高 穿一樣的衣服 老師說 各位小朋友 老師要去做點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請兩個大哥哥來陪你玩 你們隨便去找誰玩 小朋友就去找這個 不去找這個 因為在電影裡面 他踢狗的人 老師說 你們不要都圍著同一個人 去找他 他們想說 你去你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不要去 可是你去比我去好 那這個實驗呢 倒過來做 現在換這個人踢狗 大家都去找這個 不去找這個了 所以不是臉的關係 是他在潛意識裡面 看到了這個人虐待狗 他不要去找他 因此 假如你送你的孩子去保母家 車子一開進去那個巷子 孩子就開始哭的時候 換保母 這個我們就發現說 這潛意識其實是影響我們的 所以也是有一句話很好 他說 small things Listen to your head 大的事情 Listen to your heart 很多潛意識 你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們自己知道 這個是對 就是說它是個對的選擇 我想各位小時候 應該有考試有這個經驗 就是瞬間最後兩分鐘了 還有一大題的選擇題沒做 怎麼辦呢 趕快拿來就是 看了就填上去 反正可能填了才有分數 沒有填就沒有分數了 填完了以後 如果老師說 哎呀你們都來不及寫 現在再演五分鐘 糟糕了 你會不會去看 就把對的改錯了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第六感的 這樣子的關係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今天男生女生在行為上 有很多的不同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演化的關係 比方說女生 他今天不敢跟人家正面衝突 男生會約的到門口去打架 女生不是 女生散佈謠言 那這個謠言要怎麼樣呢 一定是講說 哎呀他行為不減 交了好多男朋友 這裡面有個演化上的關係 女生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我的 因為我生的 男生不知道這孩子是他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要教 男生教女朋友 會教那個很會玩的 我們說教當父 可是他要娶太太 要娶淑女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的時候 我們在演化上看到 如果沒有母親的孩子 是一定死 母親為了保護這個孩子 他要使自己活得長 所以女生不會跟人家正面衝突 我們知道說 在South Sahara 有一個媽媽 謝力 謝肚子 死掉了 他的族人埋他的時候 就把那個坑刨大一點 把他的兒子 一歲的兒子也放下去埋 為什麼呢 沒有媽媽的孩子活不了 與其再跑一個坑 現在就把你埋了 他的姐姐 躲在樹叢後面看到了 不敢講話 等到族人走了以後 徒手把那個沙坑刨開 抱了他的弟弟 連夜穿過Sakara沙漠逃走 就救活了這個孩子嘛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 行為要從演化的觀點來看 從大腦的觀點來看 才會知道他為什麼 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子 只是說 我們說 independently拿出來看 out of a context 其實你是不知道為什麼的 所以這裡面 男生女生有不同 女生注意到細節 男生注意到整體 這裡面你必須從 context 從演化裡面來看為什麼 母親是家庭的靈魂 母親快樂 全家快樂 母親焦慮 全家焦慮 對不對 他說If the wife ain't happy Nobody's happy 是有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當你教育一個男童 你教育就是這個男童 可是你教育一個女童 你教育的是整個家庭和下一代 這是為什麼我們這樣投身到 女性的教育上 拿破仁說 一個孩子行為舉止的好壞 取決於他的母親 母親的文化水準 決定這個民族的未來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 跟各位講 與其花錢去交兒子 你不如再陪你的媳婦 那麼米歇爾歐巴馬上 全世界有28位女性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有6200萬的少女 是失學的 現在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現在是可以做 其實講到性別平等 應該是薪水的平等 和機會的平等 我父母親讓我去受教育 因為我是他的孩子 他不會因為我是女生 不讓我去 那我今天做教授 我先生也是教授 我拿的錢跟他一樣多 這是真正的平等 每個人去做每個人最擅長的事 不是女生做男生的事 男生做女生的事 都不是做你最擅長的事 好 今天跟各位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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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